由桃園巴德区新原理里长发起的八块错水巡队 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在地居民 每周固定两天会到巴德扩大传画区旁的 且东西支流沿线巡逻 检视岸上与河流中有垃圾 并检测水质 维护溪流生态 至今已迈入第七个年头十分不容易 新坚韧的水巡队长也说明了工作内容 并定定新目标 希望未来能强化与学校和在地居民的合作 顿头来守护家园环境 就是从大溪这边过来沿线 一直到我们这边见得入敌 我们想这一块七块都是我们巡视的范围 包括当然还有周边的环境 包括西冰公园 中大公园等等 这周遭的环境我们都把它纳入我们维护的一个范围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跟各学校社区能结合 让住在这边八块处我们这一个区块的 包括的居民了解环境的重要 那进而来爱护我们这一块土地 让我们的环境更来越来越优质 希望藉由大家的努力让这块土地更加的美好 让住在这边的所有的住民都能享受到一个优质的环境 虽然当初是由里长发起 但八块错水巡队的队员来自四方 并没有地区限制 甚至在去年八阔新增三里后 三里新任的里长们也都是水巡队成员之一 他们分享自己的参与心得 认为巡守工作十分有意义 未来也会积极来跨里边合作守护家乡溪流 水巡从预防里长去争取到现在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了 大家都一起很努力的维护这条溪流的干净与清洁 那让水清余限 那希望里面可以一起大家都走出户外来维护这条溪流 就是在清理这些溪流的时候 就其实都会发现 如果枯枝落叶其实是很常见的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发现有许多人工垃圾在里面 然后不论是可能是散步的民众就往河里丢 或是上游的一些住户可能有把东西 那个家居垃圾往那个溪里面丢 导致最后都堆积在这些河床里面 那我会希望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爱护我们自己的环境 就是垃圾呢 该丢到垃圾舌上就丢到垃圾舌上 其实当初来参与这个水巡志工的初期是感恩回馈社区 然后从刚来这边跟着做水巡的那个恶臭脏屋的水 现在已经是水清余限这样些蛮感恩的 也看了也蛮感动 那一直以至于到今天也已经绿化 然后绿美化来做一个很棒的一个修气的地方 当然也是有一定的感情在 那当选以后我还是会继续参与做水巡的工作的部分 你认识自己家乡的溪流吗 八块凑水巡队希望未来透过跨社区的合作 能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加入一起守护在地溪流 记得了雨婷 台湾报道